畫面中廖姓男子和五名友人 拿著棍棒走進巷內 找邱姓男子理論 最後卻命葬刀下 請止因為替朋友出氣 警方接獲報案 借廖姓男子右邊胸口都是血 緊急將他送匿 但仍然不治 事件起因於廖姓男子與朋友喝酒 席間聽到有人抱怨邱姓男子 欺負朋友的妹妹 竟然揪人到邱姓男子的住處 想要給他教訓 雙方發生爭執 被害人廖姓民眾 是因為酒後跟范嫻 發生口角爭執 兩人一言不合 互毆 互毆的過程當中 范嫌從現場隨手持起了一把尖刀 刺進被害人的右胸前 導致於被害人傷重倒地 松衣不治 現場地上血跡斑斑 三十七歲的廖姓男子 因為義氣喪命 胸前的哥哥則透露 雙方平常就是酒友 警方動員四個分隊警力 一個半小時內就逮捕了 五十一歲的邱姓嫌犯 偵訊後權案依照殺人罪 移送偵辦 記者劉志展李玉涵 同樣報導 像張撡 compass 勇